要说现代人绝对不能被别人发现的 除了微博小号没修过的照片原图 还有一个最刺激的 就是你搜索引擎上的历史记录了 从为什么年纪轻轻会脱发 到多少厘米才是正常 搜索记录可以说是藏在你内心深处 最不为人知的秘密了 不只是秘密 搜索记录可能还藏着一个人的身体健康状况 想知道你男朋友最近为什么精神萎靡 打开他的搜索记录就行了 毕竟现代人生活离不开搜索 触摸品质 发现未来 欢迎观看十万个品牌故事之百度APP 在互联网的浸润下长大的新一代年轻人 当他们对这个世界充满各种各样奇怪的疑问的时候 他们首先想到的解决这些疑问的方法 不是去问父母或者身边的朋友 而是打开百度在搜索框里敲下 以为什么 如何 怎么为开头的语句 要想了解一个人最真实的一面 就应该去看看他的搜索历史 品牌哥一度怀疑周扬青是不是看了罗老师的搜索记录 而在中国 百度一下你就知道的slogan深入人心 搜索的同一词就是百度 据统计 每天会有数十亿人在百度APP上发起搜索请求 这数十亿人在百度搜索框里输入的 是数十亿种真实的生活或者困惑 最终通过数据反映出来的 是他们对于自己 对于身边人 对于社会 不加掩饰的 想要了解的欲望 百度APP上的搜索记录和关键词联想 代表了当前中国人最真实的想法 和最想要了解的事情 那些奇奇怪怪的问题 从主流到异端 从社会热点到娱乐吃瓜 每一个人在百度APP上留下的 都是最真实的样子 仔细研究你可以看到 这之后有一个精彩而又真实的世界 不仅是奇怪的知识增加了 新世界的大门可能也打开了 比如你在百度APP上搜索特朗普 你会发现 大家比起中美关系和特朗普的各种发言 网民们最关心的竟然是 他的头发 同一个世界 同一种脱发 真是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绝望呢 而再看一下他的搜索指数 从担任美国总统的那一刻开始 就开始在百度APP上 掀起一波又一波的搜索热潮 这背后代表的是年轻人的关注点更加多元 除了自身感兴趣的之外 也开始关注到政治 他们不再是什么也不懂的小屁孩 而更多的开始看世界 对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 而在疫情之后 消费回暖征兆渐显 以商务场合的标配西服为例 在近30天里的搜索热度 出现了17%的增幅 17% 这个数字显然不仅仅是波动而已 而是一段时间内压抑的消费需求 开始释放的标志 当然 抛开这些冰冷的搜索指数 你会发现 我们最常摆拖的东西 其实都是一些很小的事情 小到怎么做红烧鱼 大到开公司需要哪些资料 搜索矿下藏着的是百味人生 当你在搜索矿里打出 什么 怎么 何时的时候 你会发现 千百年来 人类关心的主题都离不开三件事 爱情 金钱 成功 这些关键词后跳出来的相关检索 见证的都是一段人生啊 比如当我们看到 怎么防止脱发已经排在脱单之前时 我仿佛看到了无数90后 在搜索矿中敲下这一行字的时候 那颤抖的双手 除此之外 还有每一代人对于自己这一代的困惑 如果你下载了百度APP 并且经常使用的话 你会发现APP搜索世界里的宽度与深度 超过任何一本试图剖析人类本质的教科书 并且这本教科书还是动态的 还是实时变化的 它就像一个神奇的窗口 你可以从中窥探到人们对世界的好奇 也可以从每一个关键词的搜索中 可以看到整个社会的变化 这是搜索引擎独有的乐趣 是任何小程序APP都不能替代的 说到小程序 百度APP上也跟微信一样 上线了很多小程序 目前百度已经吸纳了 爱奇艺快手携程等多家公司的APP 成为百度小程序的流量入口 互联网的世界很奇妙 通过一个小小的搜索框 你会发现这个世界是自由的 是开放的 是不需要装着的 是真实的 在百度APP搜索框里 你可以通过一个个关键词背后 看到一个个鲜活的人生 一个个真实的生活 你可以看到他们在烦恼什么 在焦虑什么 想要了解什么 然后你成为旁观的见证者 或者说是这个时代的见证者 因为对信息的追求 大家下载了百度APP 然后在这里 见识到了更多的世界 更多人的生活 所有人的人生轨迹 爱恨情仇 通过这样一个搜索框被你看到 你无意路过 也不打扰 这很有趣 不是吗 其实提到搜索 我们就不得不说到百度 这个占据了中国搜索市场 70%以上份额的 国内搜索引擎老大 上个世纪90年代 互联网搜索引擎开始萌芽 第一代的搜索引擎 主要是通过目录分类和索引 来帮助人们进行 互联网信息的查询 最有名的 莫过于1994年 雅虎创造的目录导航 不知道B站有没有小伙伴看过 当时的页面上 都是满满的 一级一级的分类列表 随着互联网信息量的 飞速增长 一方面 人工的目录分类 已经变得非常困难 另一方面 分类带来的最大问题在于 搜索引擎给出的类 与搜索者心里的类很难一致 于是在这种情况下 百度出现了 一个简单的页面 再加上一个搜索框 搜索从给你变成了我要 众里寻他签百度 百度的横空出世 让搜索变得简单快捷 品牌哥至今还记得 当年拥有了自己的第一台电脑时 在网址栏上敲下的第一个网址 就是百度 大家可以在公屏上分享一下 你在网址栏敲下的第一个网址是什么 看看有没有志同道合的小伙伴 百度靠一己之力 带起了在互联网上搜索问题这个概念 就像小红书带火了种草 咸鱼带火了咸智一样 当前中国有问题上百度搜索 在某种程度上 已经成为了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 但凡你内心有点小疑问 第一个想到的都是打开百度去搜索一下 但凡你朋友内心有点小疑问 你也会亲切友好 面带微笑地对他说 百度一下再来说话 在现代人的社交礼仪里 必备的一项技能就是 百度能解决的问题 就不要来麻烦别人了好吗 作为信息搜索平台 百度是用户和信息之间的中间商 关键点就在于 你能给用户提供到 他所需要的有用的知识 在好如烟海的信息浪潮里 一秒钟把最实用的信息 送到用户面前 这是搜索引擎 所要承担的主要责任 当时的百度也确实扮演好了 自己作为信息检索工具的职能 2003年 百度贴吧出现 所谓贴吧 是指设置一个个主题 用户可以在自己感兴趣的主题里面聚集 讨论相关的内容 找到和自己这同道合的人 形成自己的小圈子 贴吧的产生 是百度最重要的阶梯 这代表着百度 聚集起了一个个 有共同爱好的社群 社群的讨论 自然会带来巨大流量 流量之下 百度日益壮大 逐渐成长为 互联网搜索引擎界的王者 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 我们更多的是在智能手机上的各类APP里面冲浪 但是每个APP就如同一个个信息孤岛 因此 一个强有力的搜索引擎 是我们在互联网里穿梭的刚需 基于此 百度也开始从PC端走向手机端 上线了移动端的百度APP 搜索和信息流推荐 是百度APP的核心功能 共同构成了内容分发的双引擎 发力内容服务生态 这之后 百度APP经历了用户规模的快速增长 BAU从1亿到1.5亿用了12个季度 从1.5亿到2亿用了不到5个季度 在中国互联网发展的20年里 BAT三分天下的格局一直是外界公认的 我们也总会调侃 互联网的生意做到最后都是2BAT 虽然最近几年 百度的发展一直被认为没有找对方向 错过了移动化浪潮 进军电商外卖等领域也都折戟沉沙 但在目前的搜索市场上 百度还是独占凹头 无论是PC端还是移动端 只是移动端的百度APP 也并非毫无隐忧 不久前 今日头条上线了搜索业务 依靠着字节跳动旗下产品 所带来的丰富内容和流量 来势汹汹 想要在搜索领域分一杯羹 不过 今日头条会冲击到百度的地位吗 答案是不太可能的 因为即使在内部内容上 今日头条拥有巨大的优势 但在外部搜索上 字节跳动数据库内容 相较百度 腾讯 阿里等平台 资源与数据积累并不占优势 另外在技术方面 百度差不多拥有当代互联网 有关搜索引擎的所有技术专利 今日头条想要突破这样的技术壁垒 并非易事 而且经过将近20年的发展 百度已经牢牢坐稳了 自己搜索引擎老大的位置 360 搜狗 以及阿里旗下的神马搜索 都只能区区第二梯队 市场份额加起来 也远远不如百度 还有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 作为中文搜索引擎市场的老大 百度能提供的中文结果 依然是最全面 适用性是最高的 在字节跳动发力搜索领域时 知乎上曾有一个问题是 字节跳动能否取代百度 成为第三大互联网产业呢 如今B站著名UP主 大家的老婆半佛老师说 BAT之所以称之为BAT 不是因为其规模 不是因为其营收 也不是因为其市值 更不是因为其利润 而是他们在各自的领域 成为了公共基础设施 并以基础设施为根基 发展出了完整的生态 并且触手 剩下了互联网的各个领域 你的信息 只要想全网铺开 就离不开百度 头条尽管业务凶猛 但还尚未展现出 成为基础设施的潜质 技术无罪 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 快播创始人王鑫 在法庭上高呼的这一句话 对于百度来说 也是如此 如何将技术 用来更好的服务用户 我想应该是百度 未来会考虑的